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必勝烘焙研製所的負責人 趙玉文 玉文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玉文你好 主持人你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玉文想先請你分享一下 當初怎麼會想要走入這個烘焙業 你的起心動業是什麼呢 起心動業呢 其實我一直本身都很喜歡餐飲業這個行業 我自己之前在從事餐飲業 也經過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在因為一些因緣際合的巧合的情況之下 然後才從餐飲變到烘焙這一塊 喔 是 那怎麼會想要取名叫必勝 其實我們公司創業我們有三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共同創辦人 那我們在取名字這一塊呢 我們三個人那時候各有自己的想法 那經過一天一夜的那個討論之後 我們發現這三人誰都不能夠說服誰 是 然後因為我們店的門市是落在屏東市勝利新村裡面 那在裡面的店家呢 有一個不成文的特點 或者說是大家很奇怪就很莫名其妙的就是 都會把他的店名、店牌 就是住址 當作他的招牌 那我們的住址呢 我們是在屏東市必勝項一號 那所以我們就取比較必勝烘焙炎之所 那像在那邊呢 有些人他是比如說抗定街18號 他就叫抗定18 喔 是 就是用落名來 對 然後就青島街83號叫青島跋山 所以他也變成說是勝利新村他 滿有趣的一個特點 喔 反正這樣子不下就用那個 對我們就用店名 而且再加上說呢 我們店名因為是必勝鄉一號嘛 然後我們就覺得是必勝No.1 就好像是必勝第一名 喔 是 然後我們就希望能夠把我們的品牌 做成屏東第一名的伴手禮民店 那也蠻符合我們的期望跟寓意的 喔 所以到最後面呢 就必勝烘焙炎之所就 噠噠 誕生了 喔 所以名稱是這樣流來的 名稱是這樣流來的 好 那坦白說啦 其實一個新的品牌要誕生其實都不容易 那我覺得你在 你修理從餐飲跨到那個烘焙這個行業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跟挫折 其實我們這個品牌呢 必勝烘焙炎之所的 它的正式創立是在2021年的5月5號 開始 它那一天的盛大開幕 那在同年呢 如果說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2021年5月17號的時候 就全台灣疫情升三級警戒 全副禁止內用 所以你可以想像在當著我們的心情 籌備了好幾年的品牌 然後我順大的開幕那時候 花旋真的排得滿滿整間都是 然後高高興興的準備要開始 奮鬥要開始衝的時候 就一個請天聽一個消息 就不好意思喔不能內用喔 全部店都要關門喔 大家都在家裡面沒事都不能出門喔 然後呢從一開始開幕到兩個禮拜 就一直關 然後就關到年底 對那個時候就整個心 從高高的雲端上面 然後一直降下來這樣子 然後你們有沒有想到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困難 其實也因為疫情所次啦 所以說呢 它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不能出去 都不能出門 大家在家裡面只能 滑手機 玩電腦 因為也不希望能夠出門購物嘛 對 那大家出門也怕被傳染 所以很多的時候呢 就是流行在網路上面購物 那在網路上購物這一塊呢 就是拜疫情所拖 這算是其中的小確幸 所以我們一開始在網路上面 經營品牌的時候呢 它的所需要的發酵的時間 跟能夠被觀眾所矚目到的時間呢 就滿容易就可以被 所謂的用戶去看到的 然後那個時候呢 就開始會 慢慢的就有一些網路的訂單 跟宅配的訂單 它的量就慢慢的起來 這樣子出來 所以後來就比較一帆風順 也沒有一帆風順 也沒有一帆風順 這個 以我的人品來說 老天爺不會那麼 不會那麼善待我的 通常都是要9 不要說9拐18彎 但是一波三者是一定難免的 那我們好不容易有網路訂單 那我們說 我們很開心 大家可以出貨了 我們可以賺錢了 然後沒多久了 因為疫情每一個人都要訂東西 每一個人都不能出門 每一個人都要麻煩 辛苦的司機大哥 我們去做宅配 那我們蛋糕呢 甜點就是一定要冷藏冷凍 正常來說 像現在來說 我們冷藏 通常今天祭出 明天就會收到 就會到消費者手送 那因為疫情的時候呢 量太大了 我們就又遇到了 那個叫做宅配之亂 因為貨量實在太多 所以很多司機大哥 很多宅配公司 他也沒有辦法處理 但是我們貨做好了 我們就一定要寄 正常來說今天祭5天到 那你說是今天祭 我不敢保證 5天之後會不會到 不保證 所以有可能5天之後沒有到 也有可能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貨量太多 所以他們的冷藏冷凍空間也有限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 錯誤收到之後呢 真的不是故意的 就是真的沒有辦法 或冷凍會都塞不下 沒有辦法即時的進櫃 那就很容易造成 我們一些冷凍食品 它變質啊 甚至於說退均的情形啊 然後呢 所以到我們的產品 到消費者手上的時候 剛才說廠場不完整 沒有一件事完整的 所以那時候應該會接到很多客訴吧 那時候超級多的啊 接到客訴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辦法 因為剛剛創建的品牌 我們也不希望讓客人 有不好的消費體驗 那加上說 它沒有好的消費體驗 我們也不敢收錢啊 所以只好出去 只要有問題的蛋糕 我們全部退廢 然後宅配運費就是我們自行吸收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什麼 到現在也是啦 都沒有什麼保證 或者說是有什麼保險的 反正就是蛋糕類 你要寄冷凍宅配 你所有的風險 就是由我們業者自行負擔 所以那時候就是寄一顆 賠一顆再加賠一顆運費 寄兩顆就賠兩顆 我還有自己朋友就是消費者 收到那個蛋糕的時候 發現那個蛋糕是整個上下顛倒的 然後打開底部 對打開現在是底部 然後他很 因為我自己認識朋友定了 他那時候住在竹北 我還問他說蛋糕好不好吃 就要問一些回饋 他說很好吃啊 可是為什麼跟你們網路上面的照片 好像不太一樣 我就請他拍個照片發給我 然後我看到照片的時候 他說這個你現在看到 它在底部的其實在上面 你現在看到它在上面 它其實是底部 然後他就說這個很好吃啦 雖然說跟照片不太一樣 但是還是很好吃啦 口味沒有變成整個形狀不一樣 口味沒有變成整個形狀不一樣 整個形狀不一樣 整個形狀變了 我還是不好意思 我堅決就是不收他錢 就是推給他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真的就賣一顆賠一顆 然後遇到挑戰 可是疫情又不能內用 宅配也不能宅配 可是我下面還有員工要生活啊 我還有房租要付啊 還有開銷要付啊 那怎麼辦 沒辦法 那時候就是跟客人說 我們從嘉義以北的訂單 都不接 喔 嘉義以南 對 嘉義以南的訂單 我們接 為什麼嘉義以南訂單我們接 因為只有一顆蛋糕 我從屏東 我可以開車到嘉義圖 我就幫你輕送 喔 是 所以 一顆四百塊的蛋糕 我也開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的車 開到嘉義 送完之後 我再開一個半小時的車回來 喔 對 沒辦法 為了生活 為了生意 第一是為了生意啦 然後第二反正就是 那時候你跟老婆說 我們不要多悶在家裡面 再繼續悶下去 大概不是小孩子被我們打死 就是我們被小孩子吵死 就找個機會 就找個藉口 順便出去散散心這樣 喔 所以反正也度過疫情那段時間 對 就是非常感謝 真的 那玉蓉 那你們畢少峰北湯的 記憶裡面跟核心教理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記憶裡面就是 我自己本身是嘉義女婿 喔 就像說那當初回去的時候 你知道回娘家都一定要帶一些 屏東在地的伴手禮 他說想來想去 好像都是屏東 人家想到就是 萬蘭豬腳黑帶 對對對 當然屏東很多很有名的伴手禮 比如說萬蘭的豬腳啦 東南的黑鮪魚啊 但是我總不能抓一條黑鮪魚 回岳母家 你看櫻花蝦當伴手禮好像也不適合 喔 那看來看去 第一年帶豬腳 第二年帶豬腳 那丈母娘他們 岳母他們也還蠻喜歡吃的 對 第三年的時候就說 不要再帶豬腳 我們這邊豬腳夠了 然後他們就想到 好 後來我想不到屏東可以帶什麼 當伴手禮 然後我就覺得說非常可惜 因為我們出去 因為我們出去玩也會買一些伴手禮回來 對 有一些甜點像我老婆就很喜歡吃甜點 他們就說我們用的是萬蘭 屏東萬蘭的紅豆 我們用的是屏東酒爐的檸檬 我們用的是屏東的鳳梨 是 我們用的是屏東的什麼什麼什麼 我說哇屏東東西都那麼好 對 可是為什麼我們屏東沒有一家 我們自己屏東當地具有代表性的銀店 我覺得這個非常可惜 喔 是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的發想就是說 我想要做屏東 具具代表性的伴手禮店 人家來到屏東的時候 他想要買伴手禮 想要回去 想要去送人 第一個就是想到我們家 就是想到畢生鴻培炎之所 喔 那我們當初的創作呢 既然我們屏東酒 那麼得天度厚的農特產 對 那我希望把所有的這些農特產 都可以以我們甜點蛋糕的方式 去做呈現 所以你們家蛋糕的特色就是 跟屏東的在地想法做結合 對 所以在當初製作的過程 像 我們現在幾乎就是有研發一系列的 巴斯克乳酪蛋糕系列 它的蛋糕底都是用巴斯克乳酪蛋糕去做的 但是呢 它的上面呢 我感非常自豪地說 我們是全屏東 不是全屏東 全台灣最多口味的巴斯克蛋糕 巴斯克蛋糕是乳酪蛋糕 市面上也很多人都做巴斯克蛋糕 也有很多口味 對 最常看到的巧克力 抹茶 草莓 甚至於說提拉米蘇 那些都有人做 那一般的做法呢 就是說他們把他們所需要的原物料 這樣在麵糊裡面去 然後去打去烘焙而成 然後整個出來就是還是一顆蛋糕 那我們一開始想要 融入屏東所有的元素在裡面 跟農特產在裡面的時候 我們也做過一樣的嘗試 但是有些是水果類 水果類會出水 所以不行 對 有些原物料呢 因為蛋糕體它麵糊一分 本身就有奶油 本身就有糖 本身就有鮮奶 那這些東西都味道都加在一起之後 你反而會品嘗不出來 我們想要呈現出來它原物料的特色 跟它的口味跟口感 那在我們經過試了很多次嘗試之後呢 我們發現這個好像行不通 但我們說既然不能夠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它放上去 喔 放在上面 對 然後所以到後面呢 才會有我們現在這樣的成品 在我們當初創作的時候 那時候我真的有查資料 我們是全台灣第一家 把巴斯克蛋糕做醬子造型做成片 它把我們想要做的東西 加在上面去做呈現 我們那時候是當時的第一家 然後因為這樣的呈現方式呢 它巴斯克乳酪蛋糕 它本身其實是一款非常 乳酪味非常濃郁 然後外面有焦糖香味 所以它風味非常濃厚的一款乳酪蛋糕 那加上說如果說我們加上 我們需要的東西放在上面的時候 它蛋糕體本身很濃烈 很濃郁 然後再加上上面的東西的時候 兩個相符相成吃起來一定會太密 所以我們又花了很多的時間 就去把那個蛋糕體的本身 它的配方去做改良 然後改到最後面呢 它本來有原本很濃烈的乳酪香呢 我們現在用的是 新鮮雞蛋的比例加得很高 然後新鮮蛋黃的比例也加得很高 所以它吃起來反而有點像 布丁舒服的感覺 吃起來已經不太像乳酪蛋糕了 吃起來比較像布丁蛋糕 那就是蛋香味 然後再加上它上面的這些 上面的這些農特產的風味 反而就是相符相成 不會互相搶味道或互相創味道的那個 情況發生 所以我們幾乎不能快 已經快不能叫乳酪蛋糕了耶 我們都叫做就是 維巴斯克乳酪蛋糕 其實是布丁蛋糕 那它這樣子也符合我們的 我們的一開始的初想 就是它油脂性降低 然後蛋白質 油脂蛋黃的成分拉高 它吃起來就是比較健康比較自然 也適合小朋友吃啊 也適合長輩吃啊 當然相對成品也比較高 尤其是像現在又 這一陣子又缺蛋了 是 很慘 每天都在追著母雞跑 真的 好 因為雖然說你們畢色烘焙 成立差不多快三年吧 對 將近快三年 那未來的短中長期的規劃是什麼 我們目前短期的規劃是 我們既然說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想要做在網路市場 是 我們現在是實體店面跟網路市場 有在比起 但是我們覺得現在網路市場 它的 不管說是聲量也好 或是客人的使用率也好 它還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 所以我們短期的規劃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把我們的網路市場聲量拉高 然後中期就是 就是藉由網路市場跟實體店面這個 這雙方面的雙管旗下的效應 然後能夠把我們這一家必勝貨美研製所 做成屏東第一半熟靈民店 然後後面長期的規劃呢 就是希望說 既然那麼多人都知道我們家蛋糕 那麼多人喜歡我們家產品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讓比較中北部的客人 我們現在也是有送中北部 但是都是以宅配的方式做運送 所以它最起碼都要等個一天 那有時候可能宅配公司休息 所以你有什麼可能要等到兩天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全台每一個縣市人 它都有一個取貨點 有個距離 所以對你今天想要早上 比如說或者是下午臨時搶到的時候 你可以隨時去那個取貨點 去購買去做取貨 然後甚至於說 我們可以在每一個縣市人都發展出 它獨特的一個口味的蛋糕 這是未來最長期的目標 對 這個是目前最長期的目標 好 因為坦白說 現在年輕人想創業的熱忱 其實還蠻高的 蠻多的 政府也鼓勵年輕人創業 那以你過來人的經驗 你會給想創業的年輕人什麼樣的建議 想創業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才剛創業沒多久 所以其實對創業這一塊事情 真的感受蠻深的 創業大概都一定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我有一個非常好的idea 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想法 這個是最基本的 因為你不可能什麼想法都沒有 就說我要去創業 那個不叫創業那個錢太多 如果說是要這樣子的人的話 那慢慢投資我沒有關係 我可以幫你 我很值得投資的 但是你除了有好的想法之外 其實創業最大最大 因為你看像我創業不到三年 我就遇到了那麼多 又是疫情三級 又是宅配之外 又是缺蛋 又是缺蛋 然後這零零種種 然後最近又原物料上漲 所以你會遇到一連串 很多很多的鳥事情 那你最需要發生的就是 你最需要解決的就是說 你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去變成 解決問題的那一個人 因為創業跟在公司上班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就是 在公司上班底是領人家薪水 你不管怎麼樣 你只要沒有被這家公司 開除的時候 你都還有一份薪水可以領 時間到了你薪水就是會打到你不同 你真的有什麼事情不知道的話 除非你是工資最高層最高層主管 不然我相信都一定還有一個人可以幫你 你可以去問 但是你做創業的時候 你要煩惱的是 時間到了你要去打薪水給別人 這些錢要怎麼來 時間到有問題了 你遇到什麼問題了 好像沒有人可以問 因為人家是問你問題的那個人 所以你變成說是 你要變成從一個問問題提問的人 變成一個去解決問題的人 不然就會 你這條路就一定會走不下去 而且有一個是你隨時隨地要做好 被你同行同業去被超越 被他們幹掉的打算 因為每一個人都在創業 每一個人每一天都會有人 都會有新的想法 都會有新的電產生 對 那你自己不進步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就是只有被淘汰的領域 是啊 比如說你要創新 你要創新 然後不斷學習 那不斷的去解決問題 對你要創新 不斷去解決問題 其實這個還是只是第一步 我覺得其實最難最難是 你要去發掘問題 喔 對 這個其實比解決問題更難 解決問題是 你已經知道 今天有這個問題在這邊 你要去想辦法解決它 對 但是很多的時候是 你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但是 你知道這間公司不賺錢 你知道這其實不叫問題 這叫事實 這個公司不賺錢 為什麼不賺錢 不知道 所以你除了 你最基本上 最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之外 你還要具有 去發掘問題的能力 不然就會 像我剛剛那樣 我知道公司不賺錢 這個不是問題 這是事實 你要去想辦法去了解 為什麼公司不賺錢 你要能夠知道問題之後 你才能夠去解決問題 對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必勝風培研製所的負責人 趙逸文 逸文來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 不會 謝謝指揮的時間 謝謝 這是我們第二段15分鐘